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激战了三局 陈龙在先胜一局情况下连丢两局 最终被陶田贤斗2比1逆转 三局比分为21比19 17到21 17到21 这样中国南单无缘决赛 陶田贤都与周天成京都冠军 陈宇飞女单 陈宇飞首次战胜马林金决赛 和冰箱赋澳元希望出局4号种子陈宇飞办决赛对手是5号种子西班牙名将马林 本赛季在日本和中国长州占两次交锋 陈宇飞军领到二叔给了马林 本次对话 马林以21到11先生多人 陈宇飞随后发力以21比15 21比13连番两局 从而2比1拟转获胜 这是他首次战胜奥运冠军马林 8号中子和冰箱对手是7号种子日本选手奥元希望 此前4次对话和冰箱局输给了对方 再次交锋 和冰箱依然没有找到克迪之胜的办法 结果他以两个13比21落败 只不自强 这样与单决赛在陈宇飞与奥元希望之间展开 男双 年轻组合和季听弹枪半决赛 对阵印尼的爱山赛地亚瓦 和季听弹枪世界排名第17 印尼组合第14 此前双方未曾交互手 和季听弹枪发挥出色 仅约13-15分钟以21-14 21比15连胜两局战胜印尼强大 3号种子流程招难 下轮与头号种子印尼的基比恩苏凯姆 约争夺决赛席位 过去5次交锋 流程招难 一胜自负处于劣势 本次相遇 男车组合以21-17先下一程 随后小黄人组合以21-18 21-14连半两局 这样流程将难以1比2遭逆转 另一场日韩之战 五号种子日本组合松本埋又有人 何可奈与韩国组合采用冰金招影争夺决赛权 此前唯一一次交手是韩国组合获胜 这一次松本埋又有人何可奈把握机会 以24-22 21-16胜出 这样女双决赛继续上演日韩之战 混双 雅思组合在赢得比赛与王毅绿黄东平徽时决赛 头号种子正思维 黄亚琼与的友和季庭度员相遇 在去年的中国公开赛以及今年的马来西亚公开赛 两次交手军是鸭子组合获胜 本次对决是头正胜的雅思组合技高一筹 以两个21-12胜出 2号种子王毅绿黄东平赛8号种子日本组合杜宾永大都已有杀 此前四次交手军是中国组合获胜 这一次王毅绿黄东平延续胜计 以21-14 21-6轻松胜出 就此中国混双提前锁定冠军 Witney